歡迎來到中古車值多少 然後我們 是早上嗎 我們早上去台南谷玩一台車 現在要去鳳山 高雄的鳳山看一台 KIA的 凱恩斯 那個不太會念 因為也不常摸到 1.7才有的 然後它是2016年的 那 目前它的收購價格 它是2016年旗艦 CRID CRID的 然後目前的收購價格大概是在 40到45左右 那基本上這個車 如果你再做開架的話 大概會開在 50到55 那今天要去看的是一台銀色的 銀色跑7萬多 那 因為其實這個車也不常摸 也不 不太知道它的 油缺點 是什麼 那剩下的我們到現場 再帶大家下去看 那台車子到底有什麼好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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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鳳山的 某一間多納茲 要來看這台 16年的凱恩斯 又在哪層 只從 montık的時候 空間是大樓 好 從沒有 non 有 關注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我们现在这台16年KIA的凯恩斯 好 已经看完了 那也成功收购 这台对我来说有点算是皮卡丘的 稀有动物 我们这台车的收购价格是在43万元 我们回去开价可能会开在53万8 那因为它这台有几个地方需要烤漆整理 然后包括两颗前轮都要更换了 所以说在其实整理的成本带还蛮高的 现在再稍微试一下它的车子 那基本上其实它这台我觉得它的优点还蛮多的 第一个它是柴油都好省 最近又省 然后再来是其它空间 空间还算蛮大的 那这台也有做到七人座 5加2的 那基本上5加2 第三排会比较难做 所以这种车如果五人座空间是其实是刚刚好 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子的价格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记得留得清楚一点 明白一点 或者是寄信给我们 我们都可以有专能为你解答你车子的价格 或者是你有想要加入我们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啦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大家下次见 拜拜